我先請教一下李批 台灣今天的防疫成績非常漂亮 連續兩天零確診 那事實上蔡英文總統也登上了時代雜誌 你怎麼觀察現在疫情的變化 我一直講說 其實現在是四天 連續沒有本土病例 本土病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以前看到病例 很多是境外移入的 那個並不代表我們防疫工作的成效 本土病例驅靈才是我們防疫工作的成效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病毒感染 它的前五期大概最久是14天 說不定有少數的例外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高興了四天 還要繼續再觀察下去 因為這個有的那個病毒傳染 它不一定是馬上會爆出來 還要再持續觀察 不過另外一方面來講的 我們一直有的一些 沒有明顯傳染有的社區感染 但是整個看起來 它好像並沒有大幅造成更多人感染的趨勢 我們都是非常臨心的案例 表示說我們這些 我們臺灣民眾就是已經 大家都懂得怎麼防疫了 這我覺得是 我們一直在講政府的政策很有很有功效 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忽略說 民眾的認知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像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看一些國外的國家 他們被限制的行動以後 甚至會出來抗議 甚至故意吐糖 這樣子輕忽的疫情 而且他們可能不太 很多人不太瞭解說 怎麼好好的去做防疫 但是我想這個 像這類的桃花節目 其實是對民眾蠻重要的 就是不斷的講 不斷的講 我們的民眾都怎麼知道 如何去預防這個呼吸道感染的 所以連帶的 所有醫院診所的 那個呼吸道感染病患大幅減少 那我們最近也看不到 什麼流感流行的情形了 就表示說 我們不只煩了新冠病毒 其他的包括流感什麼 其他都煩了 說不定接下來 那個夏天會流行的 殘病毒也可以煩 所以我們就是 我想我們所有的民眾 都能夠好好做好這些 那個防疫的作為的話 我們應該是慢慢可以 安全的度過 不過我是覺得說 我們要完全放下心來 就是確認說台灣本地 沒有那個社區感染的餘力 可能還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那因為全世界的疫情 還沒有完全的 像台灣這麼樂觀 美國的部分 他可能會進行三階段 reopen 那川普會連續14天 觀察確診的案例趨降 而且這個下降 他才有一個比較信心 並且穩定的 這個重新解封的狀態 那日本昨天是全國緊急的狀況 事實上是擴大了 你怎麼觀察 台灣一方面自己守得不錯 可是全世界的疫情 目前為止顯然 這一個警報還沒有解除 對美國的那個動員能力很強 你看他現在一下子 每天就是以萬為單位 在算那個確診人數 表示說他們的檢疫力非常強 他們的檢疫很強 那他們的那個配套的隔離 還有那個病例追蹤接觸者 那個像我們這樣 接觸者去做隔離 或做篩檢的這個詳細情形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其實是很難判斷說美國現在 到底是不是可以 可以放下心來是不是可以復工 不過站在一個施政者的一個角度來看 他就是他一定會把經濟放在 幾乎跟防疫同樣重要的地位嘛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說那個美國的各州其實是他福營管大 有的州可能還不行 有的都可以 所以各州可能要自行去判斷說你的那個 疫情到底是怎麼樣 他的指標不是只有確診數而已 而是說你的社區 你這個桌裡面有沒有很多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這是一個指標你如果都沒有 像我們這樣四天都沒有 那你又可以考慮復工 而且繼續你的防疫政策 所以我覺得確診數目只是一個參考 但是我們影響我們防疫政策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我們所關心的 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各樣是不是繼續發生 至於日本我是覺得說他這個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一直在發生 所以他們會慢慢進入一個 而且他東京有幾個醫院的院內感染 目前為止還沒有控制住 對院內感染也是非常傷的 因為院內感染所感染的人大部分都是那個體質比較差的 就是所謂的高風險族群 而且醫護人員萬一感染生病的時候會造成醫護人員不足 所以醫院內感染是我們這個防疫體系 那個非常重要的預防 我們決定要去預防它 那如果它真的發生的時候 真的是你的醫療量可能就不夠了 你就必須要進入緊急狀態 那日本其實已經撐過一段時間了 就是說它的疫情 畢竟是比歐洲的曲線要來的平反一點 我們也期望說日本能夠更加把勁 就是讓它疫情能夠消滅下來 就是說如果全球的其他地方疫情還沒有趨緩的話 台灣一方面疫情看起來穩定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一個邊境的管制 仍然還要持續的進行 因為其他國家的疫情顯然還沒有趨緩 那請教一下李皮 昨天事實上瑞德西偉還有一個消息 造成美國股市盤後大漲 那主要的消息是說 芝加哥的這個醫院醫學中心 收了125個病人 其中有113個病人的症狀 本來是嚴重 但是注射瑞德西偉之後 新聞稿的資料說症狀有明顯的改善 但是並沒有看到這一個完整的醫學的期刊的資料 你怎麼觀察現在臨床上 美國方面傳出來相對最樂觀的藥物新聞是瑞德西偉 我其實個人內心也是同意 瑞德西偉可能是比較有那個希望的一個藥物 可是呢 還是一樣 可是這個資料還是沒有對照組的 對 它還不是一個完整的資料 像氯奎嶺我們前一陣子一直在講氯奎嶺 那我們看到一個研究說 用氯奎嶺的病人 他病毒馬上下來的 不用氯奎嶺的就是那個沒有辦法下來 那時候我就講 我們必須要看對照 就是他臨床有沒有好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樣本數要更多 而且這個研究必須被重複 重複不同的研究單位 研究結果是一樣的話才比較可信 最近有出來 最近一個那個大陸的那個對照研究 氯奎嶺他是說 有用沒用 他病毒下降的速度是一樣的 就變成不同的結論 而且這個研究 他的說案的數是比較多的 是三百人這樣子 然後他發現說這個最後的那個 那個病人是不是權益也沒有影響 不過就是在用的過程中 好像用氯奎嶺的那一組 他的症狀會比較減輕 就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他的 你如果是沒有辦法預防重症死亡的話 只是症狀減輕 他的臨床效用就打折扣 可是還是一樣 我們要看更多的對照研究 才能夠判斷 那現在看到瑞德西韋的研究 他就是沒有對照 這個就是 他也來不及對照研究 他就這個死馬當活馬醫 因為他收的蠻多都是重症直接用 不過世界上 那個有些地方還是在做對照 他那個藥廠本身有主導 那個主導一些對照研究 最後我們還是有答案 可是對照研究 畢竟是要一段時間 你才能夠看到他的結果 所以現在那個 還沒有對照研究結果出來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個要 既然可以壓制病毒 所以可以嘗試用看看 這個就是所謂 類似N治療法 因為病人已經很嚴重了 雖然他並沒有研究證實 他一定有療效 跟他的安全性 但是忘用 病人就已經面臨生死存完 所以從他這個 沒有對照的研究結果 看起來的話你可以說 好像是比我們印象中 沒有用看病毒藥物的 那個成效好像有改善 可是還要進一步研究 他有希望 但是我們還沒有確認 新聞是好像看起來樂觀的 對 但是可以樂觀到多少 程度 沒有樂觀到說 我們要規定所有的病人 都接受這個藥物 那證據沒有強到這個樣子 好就是說可能是樂觀的 但是到底可以樂觀到什麼程度 可能還要有更嚴謹 還有更多的證據 希望你不應該會是樂觀的 可以令人